这个影片要来讲这个取得post参数及新增修改 那我们来讲的这个post参数主要就是将我们想要新增或修改的资料 包好之后利用post的方法传送到我们后端 那用post的方法来传真新增或修改的资料 是在我们web这边的一个主流的方式 那当然你想用其他方法来传送这些参数 当然也是可以 但是这就是特例图形 那所以我们最好是遵循大家一个共同的规范 大家主流就是用post来传这一个新增修改的参数 我们就照着共同的规范去做 这样当然是比较好 那我们之前产生的这个范例程式码 是用这个Netcore MVC里面的语法来完成 但是我们今天我们会用原生的方式 一面讲解原理 一面用原生的方式来进行这个始作示范 那在这个Netcore里面 你用原生的方式去写 一样是可以运作的 那你用原生的方式 其实是有助于你根本来了解这个web的 这个一个运作机制 那这个机制是空用的 就是你在其他程式语言 基本上这个这一套绝对也是走这一套机制去运作的 所以了解这个原生的机制是没有坏处的 那之后的章节会再教这个take a habit的写法 你就可以更快理解说 哦原来这些语法 它的基础是建立在我们这个原生的这个架构上面 那你就会理解的更快 好那我们首先就先来产生一个新增的页面 跟它里面这个两个这个方法 那我们这边就直接复制我们之前在翻译程式那一张改写的这个程式码 我们就直接贴在这个下面 那一样会有两页嘛 一页是我们看到的新增的页面 那一页就是我们传送资料 我要新增的资料的这个程式码片段 好那这个我们就直接贴过来 那接着我们要在这个news2这个资料夾里面 加入一个检视 新增项目 然后是一个空白的检视 那我们就叫做create 然后create这一页我们也先直接复制我写好的这个程式码 然后全部的贴过来 那这边就来讲解一下原生的一个写法跟机制 那一开始我们要传送的资料 一定也是包在这个跟get一样 我们是包在这个phone里面 那我们这边就跟get不一样 我们这边就改成post的方法来做这个传送 那action的话就是当你按下这个submit送出的这个按钮之后 要执行的网页是哪一支 那可以看到我这边写的是这一支 那这一支会执行哪一个程式呢 很简单就是news2的这个controller 然后是找到这个create的方法 那create的方法这边有两个嘛 那到底会进来哪个呢 有没有看到 这边我就是用post方法 然后我们这个标签也交过了 所以我们会进来post方法的create这一个标签 那接下来就会执行新增的这一支程式 好那我们再来看一下里面的写法是长的什么样子 那这边的话我们直接先来看一下画面好了 那画面就在这里啊 这个就是刚刚建造的画面 那画面的这个我这边一个group啊 就是这样子啊 这一区 然后一开始的话 这个是一个标签就是啊title啊 就是这一个 那接下来重点来了 这个input里面的name是title 然后这个class就是他的样式啊 不重要 那重要的是这个name的名称叫做title 然后这里啊名称叫做这个内容等等之类的 好那这些名称是相当重要 这些名称决定你后端要怎么去接收到这这里面这一些值 那所以说我们就来看到这边 我们这边是用这一个类别去接收的 所以你这个类别里面的栏位名称命名就很重要了 有没有看到我这边的命名必须对应你前面post里面的input的资料的name的名称 要跟这个一致 比如说我这边title 我接收的类别我就要有一个title 那当然我预设这一个这个title是字串 所以我这边类型就要写字串 然后我这边的话哦也还没有做成下拉选单 所以我这边预设哦这边是number 那这边的话就会接收到int 然后这两个就是日期的格式 所以这边的name的名称跟你要接收的这个栏位名称要一致的 要一致他才知道说哦你这个栏位是这个 到时候传过来的数字才会做两个去做一个连结这样子 好那所以说你今天我今天我今天这边有五个栏位 所以我这边就会在类别里面先宣告好五个栏位之后 那名称跟类别都要有所对应 那这样的准备工作完成之后 我们送出的时候就会将这五个栏位打包成一包资料 然后用post的方法去送出去 那送出去之后我们这边他就会开始把你送出去的资料 跟对应的相同名称栏位一个一个把你塞进去 那所以说最后取得这个news之后 我就可以把里面的资料取出来 就会是你前端送过来的那个值 好那我们就其实已经写完了 我们就实际来操作一下看看这边 那这边是随便打个数字 然后这边随便选个日期 好这边我们可以开启这一个等一下来看一下 其实post跟get不一样 get直接可以在上面看到参数 那你post要在哪里看到参数了 我们可以打开这个工具 工具四川 我们可以按检查 就可以打开这个四川 然后选到网路的这一个 那有些人英文的叫做network 那我们就可以等待这一页 等一下就会有资料出现 好我们按下create 好我们看到测试的资料 其实已经顺利的新增上来 那我们来看一下 刚刚我们送出的就是这一个news2 然后create 然后是用什么方法送出 post 我们来看一下标头 要求的方法是用post 那我们资料要在哪里看呢 可以看到 我们这边就是我们表单包起来的资料 然后用post传出的资料就在这里 那这里可以看到 就会送出一个title等于测试资料等于2 然后等等的资料 那这些资料就被送来我们后端这里 然后他就会开始把对应的这个 给板定到你在这边想要接收到的资料 那名称要对应才会板定的上去 那板定上去之后 我们这边接着这边开始新增资料 我们就把板定的资料 一笔一笔取出来之后 最后新增到资料库 那这边的话 当然就是返回列表的页面 最后我们就在这边 就可以看到我们新增的资料 那这就是一个web原生的 基本的web一个传输 用post传输资料的一个机制 那在内扣这边很简单 我们要怎么接收呢 就是我们宣告一个类别之后 然后再来就是宣告相对应的资料 类型跟栏位名称 你就可以很简单的接收到 前端web的这一个所宣告栏位 然后subme传送过来的资料 就可以很简单的 利用这样的一个小小的方式 你也不用写过多的程式码 你就做一个宣告 宣告名称要一致 它就可以接收到 前端传送过来的post资料 所以在内扣这边真的要写这个 很多东西都帮你简化的非常简单 好那到这边其实 就可以看到我们资料是 成功的被新增上去 用原生的写法在内扣这边 也可以顺利的运作 所以代表程式是没有问题的 好那所以说今天这个影片 就是很简单的 介绍一个原生的 用post传送资料的一个机制 给大家去做一个认识 然后顺便就示范一下 这个新增资料的一个过程 那修改资料基本上也是差不多的 这边就不示范了 好那今天的影片 就先简单的介绍到这边 谢谢收看